第248章 带琥珀跟进去的时候 兵局和陶妈妈以拉拉扯扯进了那室 夫人东清姐 她急冲冲一句话说 猪口抬头看见了石英娘 你是泪眼婆娑 石英娘站在临窗的抗边 背脊挺得笔直 眼瞼微垂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听到动静 她抬剪望过去 原来明亮 温和的眸子盛满了悲怆与哀吻 兵局心痛如脚 小时候就会自己捏了鼻子喝药 然后眨着眼睛安慰她不要紧 不是每次都有糖吃吗 搬到了绿云楼 石娘在楼上吵得不得安宁 会用小手拉她的衣裙不要紧 她有的我都有 我有的她没有 你难道还不准人家发发脾气 再后来 姚妈妈要为侄儿抢取东京 夫人借大太太之手 推了这门轻视 得罪了姚妈妈 她们担心姚妈妈抱负 却望着她们笑 你们放心 她有着凉记 我有过墙踢 那样的难 那样的苦 目光都是明快的 愉悦的 可现在她不由望向东晴 就看见她跪在十一娘脚边 正扭着身子 惊讶地望着她 自己的出现 只换来了东晴的惊讶 她吃惊地望着东晴 心里翻江倒海般 又背又憤 满腔的怒火无处可泄 这个陶妈妈一上的手 不觉拽得更紧 目光也愤然地落在了陶妈妈身上 夫人 就是她 是她胡说八道 所以东晴姐才会 陶妈妈在心里冷冷地笑 脸上却露出愤怒的表情 狠狠地推开了冰局 上前几步跪在了十一娘的面前 夫人 您可要为我做主 说着 她出帕子 开始抹着眼角 我尊敬冰局姑娘 是您贴身服侍的 她只提冰局不提琥珀 一来她知道 冰局和琥珀之间 素来有点别扭 二来她不想把打击面扩大 引起群起公知 谁知道 她却续口愤人 说我怂恿东晴姑娘 去征侯爷的通访之名 夫人 我就是在糊涂 到底是在大姑奶奶身边 当差二十几年 也不会糊涂到 尊卑不分 插手替夫人管事 冰局被她推得一个举烈 要不是后面进来的琥珀 眼疾手快地扶了她一把 只怕要跌在地上 她见陶妈妈不仅不认错 反而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 气得满脸通红 又见陶妈妈这样会说话 更觉得东晴是受了她的蛊惑 没等陶妈妈说话 她跳起来打断了陶妈妈的话 你说你没有怂恿东晴姐 那我问你 我出门后 你都和她说了些什么 陶妈妈正等着这句话 她抬头望着十一娘 夫人 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 好在东晴姑娘在这里 你不如问问东晴姑娘 我都和她说了些什么 一时间 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东晴身上 东晴脸上闪过一丝慌张 嘴角兮兮 始终于宁 冰局心里焦急万分 远远有些不安 向前跪到了东晴身边 好姐姐 有夫人在这里 你有什么怕的 你只管实话实说 夫人当我们不同一般 你看 叫你的天香就用了一百两银子 只盼着东晴能够说句话 琥珀听着 确实心里一动 如果这个时候 东晴把责任全推给桃妈妈 那 那 岂不是季姐 现在这难堪的局面 又把桃妈妈拖下了水 面头一闪 她也跪到了东晴身边 劝她 东晴姐 这里也没有外人 你有什么不好说的一面说 还一面朝着东晴时颜色 跪在琥珀对面的桃妈妈 看个分明 不由咬牙切齿 在心里狠狠骂了句小倡扶 面上却不敢露一分 打断了琥珀的画镜 只问十一娘 夫人 你让我去问问东晴姑娘 她还有什么东西想要的 你到时间再给天上 我可曾有半句谎言 琥珀和冰局 见桃妈妈和十一娘说话 忙打住了话题 自从看见桃妈妈 十一娘脑子里 就一直乱哄哄嗡嗡作响 东晴一天天在变 她不是感觉不到 可以想到两人的情分 她就会犹豫片刻 希望能给她找个好丈夫 热热闹闹地把她嫁出去 等她小日子过滋润了 有些执念也就渐渐褪色 她就全当不知道 成全了两人兵竹一场 变化却总是比计划快 最后功亏一篑 当东晴跪在她面前的时候 她设想过很多种情况 甚至扪心自问 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却从未曾想到过 桃妈妈会牵扯到其中 要知道 她曾经多次跟湖泊 东晴他们提起 桃妈妈是原娘的人 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让他们离桃妈妈远一些 东晴怎么会又怎么能 望着眼前乱糟糟的情景 她只觉得气血翻腾 两些隐隐生痛 妈妈说得不错 的确是我让你 把东晴的嫁妆单子 给东晴看得十一娘声音昂头刀 她很想知道 桃妈妈使了什么手段 能让东晴不过一切地 跑来自见整系 屋里落针可闻 琥珀和冰局 睁大了眼睛望着桃妈妈 桃妈妈抹了抹眼角 心里却不以为然 想揪揪我的把柄 门也没有 她转头问琥珀 你刚才和夫人在说话 我没有说错吧 对东晴的暗示已经如此明显 东晴却默默然不接话 分明是还没有死心 琥珀心有些冷 默默地点了点头 桃妈妈又去问冰局 我去找东晴姑娘 扣了几下门 没人有应 听见你那边有笑声传来 准备让你帮着喘个话 结果是双玉把东晴姑娘找来的 我说 琥珀和夫人在说话 她朝琥珀望去 这是时事吧 然后不带琥珀回答 枕头对冰局道 我说 大太太想从珊瑚几个里面 再挑几个来给侯爷 审她望乡时 阴阳 我也没有说谎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问我一娘 再望着冰局 架账单子丢了 你和我一起去找 出门的时候 我是说了一句话 她望向十一娘 我跟冬青姑娘 说了一句 可惜了 除了这三个字 我多的一个也没有说 然后笃咒发誓 我要是多说一个字 让我不得好死 坐在屋里被雷劈 走上路上 被车撞 十一娘 不由朝冬青望去 她垂着头 泪珠落在青色的石砖上 阴沉水子 可惜了 十一娘喃喃地 念着这三个字 嘴角张开一个微笑 人像掉进了冰窟窿似的 从指头冷到了心田 一句可惜了 就抹杀了 他们我年的情谊 一句可惜了 就挑起了 她心底蛰伏的欲念 一句可惜了 就让她斩断后路 不顾一切 可惜了 十一娘笑着 眼中第一次流露出嘲讽之色 真的是可惜了 琥珀低头沉思起来 冰局却失声惊呼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扯谎 你扯谎 又去啦冬青 冬青姐 你说句话啊 你倒是说句话啊 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冬青呆呆地跪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陶妈妈看着眼底 闪过一丝笑意 然后神色一素 正色地对十一娘道 夫人 我说的是句真心话 我是真的觉得 冬青姑娘嫁给万大 简可惜了 她目光往琥珀 冰局身上一扫 道 可惜太过有主见 冰局姑娘温柔大方 可惜太过敦厚 只有冬青姑娘 不仅相貌出众 而且性情柔顺 正是花样年纪 讨妈妈 十一娘打断了她的话 快刀斩乱麻地道 这件事是冰局不对 既然大家说开了 也就没事了 你先下去歇着吧 陶妈妈见她与气力 全是维护之意 心中虽然不快 但想到的目的已经达到 还是一阵窃喜 脸上却露出几分歉意来 夫人这样说 可真是折煞老生了 十一娘不想听她多说一句 摇了摇手 妈妈下去歇了吧 陶妈妈俯身行李退下 冰局就朝冬青铺去 冬青姐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这样 你难道不知道 陶妈妈是什么人 她是大姑奶奶一伙的 你怎么能听她的 你怎么能听她的 一句句的质问 如想雷打在十一娘的头顶 她双腿发软 头昏目眩 让呛到后退两步 手胡乱抓住了身后的炕桌 这才站定了身子 冰局 你端张小屋子过来 让冬青坐下 她扶着炕桌 缓缓地坐在了炕边 冰局睁大了 寒满泪珠的眼睛 不明白十一娘 为什么还要让她端卧子 给冬青坐 不由质疑了片刻 琥珀见了 立刻起身端了 张景物放在了炕边 十一娘柔声道 冬青 你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冬青犹豫半嗓 低着头坐到了景物上 琥珀拉了冰局起来 静声平气地立在十一娘身边 十一娘深吸了一口气 道 冬青 你真的想给侯爷做通房吗 冬青没有坐声 放在膝上的双手 却搅在了一起 十一娘看着心动了动 又道 要知道 你一旦成了侯爷的通房 我们之间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亲厚了 你还愿意做侯爷的通房吗 不会 不会冬青 听着忙地抬起头来 我不会和夫人争的 我会帮夫人把侯爷留在正房的 十一娘已不可见地摇了摇头 声音轻得如风般飘忽 如果有一天 侯爷要奈你为妾 我不同意呢 冬青一正 十一娘又道 如果有一天 你怀了孩子 我却不想让你生出来呢 冬青张大了嘴巴 十一娘望着她的眸子如月光般清冷 如果这样 你还想给侯爷做通房吗 冬青避开了她的目光 低头那那道 可夫人不是那种人啊 十一娘心灰意冷 一直强忍着的泪水 无声地夺眶而出 夫人夫人 琥珀看着心里发酸 我这嘴哭了起来 冬青气得说不出话来 上前就打了冬青一个耳光 冬青我这脸 震惊地望着冬青 冬青想到 刚才自己为了替她辩护 找了淘妈妈来对治 最后 却让十一娘也面尽失 她喊冬青不争气 更恨自己没脑子 两手就给了自己一耳光 琥珀看着大吃一惊 忙上前拉了冰局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俩人正乱作一团 屋里突然响起徐令仪的声音 这都是怎么了 第249章 徐令仪什么时候进来的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也不知道 她都听到了些什么 听到了多少 几个人具有些不安 窝里的空气一致 那冬青更是心虚 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般 跳了起来 战战兢兢地喊了一声 侯爷 琥珀和冰局 则忙各自收了手 神色绿带慌张的屈膝 给徐令仪服了服 徐令仪哪里注意到这些 她的目光 静止落在十一娘身上 她正伴坐在抗边 面色有些苍白 眼睛鼻子都红红的 正拿了帕子低头是泪 她心中一沉 自己回屋 十一娘从来都是笑隐隐地引上前来 何曾这样神色样异 一副伤心难过的样子 徐令仪不由朝几个丫鬟望去 冬青唯唯诺诺地站在那里 左半边脸红通通的 显然是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耳光 再看琥珀 目光闪烁 冰局又半边脸和冬青一样红通通的 仔细回想刚才的情景 琥珀分明是在蓝冰局 十一娘带人从来都是和和气气 人单力薄 哪里善得出这样的印子来 分明是几个大丫鬟 恰恰恰到她面前来了 难怪两个守门的小丫鬟 看见她脸色大变 神色慌张了 可这毕竟是十一娘自己的事 自己不好插手 虽然这样想 徐令仪眉语间 还是不觉露出几分不快来 三个丫鬟看了 不禁都伸出几分惬意来 刚才的样子也的确不像话 难怪侯爷不高兴 十一娘就站起身来解围 侯爷回来了 七身让春末下一 进来服侍侯爷更衣吧 又吩咐虎珀几个 你们都退下去吧 她这么一说 徐令仪只好洋装 若无其事的样子点了点头 叫了春末进来吧 然后朝金房去 腾出时间来 好让十一娘处置未完之时 琥珀和冰菊见徐令仪没有追究 都松了口气 屈膝应试 冬青却是打了一个寒颤 回过神来 如果这件事捅了天 夫人为了贤明 也许会成全自己 可要是就这样算了 她只觉得心砰砰跳得厉害 被冰菊散了的左脸烧得滚烫 事已如此 还能回头吗 她轻轻地摇头 第一个不饶自己的 恐怕这是冰菊了 念头闪过 她不过一切地冲着徐令仪的背影 高声到侯爷 画像竹筒到豆子般又急又快 让人猝不及防地落下 都是奴婢不好 乔姨娘有了血脉 侯爷仿中空虚 公贤胡同那边的大太太 就想把自己身边几个漂亮的丫鬟 送过来服侍侯爷 奴婢听说了 就逗胆来告诉夫人 徐令仪并没有理会 十一娘曾经跟自己提过 大太太让她给自己收房 她当时就猜到 大太太会有所动作 不过作为十一娘身边的 大妖魂东青 此刻突然重提此事 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蹊跷 或是十一娘的哭与此有关 不管怎样 有什么事 十一娘自会跟自己说 越过她去和一个丫鬟 去到她微微游了摇头 十一娘听着 却有些啼笑皆非 自己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东青还不死心 再说什么 再做什么 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她此刻只希望东青 别把话说得这样直白 给自己和琥珀 兵局这些从罗家来的女人 留几分颜面 好啦 东青她柔身打断了东青的话 这件事我会和侯爷商量的 你们先下去歇了吧 左指的意思非常明显 她话因为落 琥珀已冲了过去 她一面暗骂自己糊涂 这个时候 怎么能让东青乱扬 一面上前拽了东青的左臂 东青姐 侯爷在这里 我们还是先退下去 让侯爷和夫人 好好地说说话 才是正经 一面说 一面死死地 攥住了她的戈背 还朝着兵局使眼色 示意她上来帮忙 东青不由挣扎起来 侯爷 夫人听了十分伤心 觉得纵人是要给侯爷收房 也应该从自己陪嫁里选一个 兵局和东青 到底有五年的情意在那里 她从来没有想到用暴力 可听着东青运说越不像话 琥珀给她使眼色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就上前 赞了东青另一只胳膊 尽了近视的徐令仪 听到外面折腾的声音 猛地想起来 十一娘好像曾经对她说过 她的陪放丫鬟并不都是从小服侍她的 只是她当时没在意 记不清楚原话了 现在想起来 竟然不是从小服侍的 那就是临出嫁的时候大太太赏的了 难怪敢如此嚣张 徐令仪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转身出了镜房 十一娘 她站在镜房的门口远远地望着十一娘 表情淡淡的 显得有些冷漠 妖怪们不听话 打发出去就行了 出现的这样突然 话说的这样突兀 窝里的人居是一致 徐令仪见十一娘 并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目光就落在了东青的身上 要是妖怪们不听话 直接打发出去就行了 犯不着生气 十一娘这才明白过来 她心里微微一暖 多些豪言 十一娘嘴角微翘 露出一个淡淡的笑意 我会斟酌着伴得她明白过来 东青 琥珀和冰菊也明白过来 东青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打发出去 她不相信地望着徐令仪 那那滴雨 打发出去 火泼和冰菊却心头一松 两人不由对视一眼 有了侯爷的这句话 夫人怎么处置东青 都没有了阻碍 待徐令仪从镜房出来 那是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十一娘盘腿 坐在临窗的大炕上 正望着外面光秃秃的树枝发呆 听到动静 她扭过头 微微笑起来 在看什么呢 徐令仪坐到她身边 顺着她的方向朝外望去 窗外是珠西服海棠 在看树枝 十一娘笑望着窗外 声音温和轻柔 过两天应该抽牙了吧 徐令仪想而想 燕京的春天来得有点晚 要到二月底吧 哦 十一娘点了点头 屋子里又安静下来 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会 十一娘的心情 这才完全平静下来 侯爷 她低声道 东青不想嫁给万大县 虽有些闹腾 我想 强扭得瓜不甜 波如找个理由 把这门亲事退了吧 如果仅仅是 不想嫁给万大县 那东青又何必要拉自己说话 火破几个又何必要 死死地拦着她 十一娘很难堪吧 她想到她 哭红了眼睛 鼻子的模样 摸了摸她的头 等过了二月初二 龙抬头 外院的管事 大部分都要换 内院的丫换 媳妇婆子也动一动吧 她语气淡然地道 你这几天 你个单子 到时候 我让白总管给你找人 有喜欢的丫鬟 媳妇 也可以跟白总管说一声 侯爷 十一娘很是意外 她这样 等于是把人事的任免权 给了自己 徐令笑了笑 开春三哥他们一走 你就要管家了 总不能另行不止吧 张令熙改不好 另行不止 恐怕更不好 没想到她还记得这个 十一娘笑起来 侯爷是惦记着那小厨房吧 任您说的天花乱坠 我也不会答应重开的 徐令仪大笑 两人这么插个打混一番 十一娘心情好了很多 徐令仪就站起身来 道 你今天也累了 好好歇着吧 娘那里就别去了 我会跟娘说 你身体有些不舒服 那怎么能行 十一娘忙到 徐令仪却笑道 偶尔也要病一下 十一娘错愕 徐令仪已快不出了内室 十一娘望着晃动的门帘半晌 才回过神来 忍俊不住笑起来 晚饭 她勉强自己喝了小半碗粥 然后让小丫鬟去叫了琥珀来 把徐令仪的意思告诉了她 得赶快把空缺和人选确定下来 夫人放心 我知道事情的轻重 琥珀听了露出欢言来 一定会在二月初二之前 把名单拟出来 不会拖了万怨的后腿 十一娘就笑着 让小丫鬟端了一碟腊肉丝 一碟煎黄鱼 一碟青炒大白菜 一欧白粥 一小碗白鱼饭来 现在能吃得下去了吧 琥珀一正 神急笑起来 夫人真是的 不忍让十一娘担心 她就这菜喝了一欧白粥 好了 你回去忙吧 十一娘也不想勉强她 顺便把这个消息告诉宾局 让她也能睡个好觉 这几天就暂时委屈她一下 什么也别干 遵守着冬青 别人要是问起来 就说是我说的 让她陪着冬青秀架着 等过几天 风声不是那么紧了 我再找个借口 说她有病 送出府去 也免得糟蹋了 人家万大显 琥珀点了点头 眼神危暗 名字有安吉 男方可以退清 十一娘决定 以这个借口 让万家退清 只是这样一来 冬青以后就难以嫁人了 好好虔诚 最终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她不由轻轻地叹了口气 又见十一娘 虽然说得轻快 门眼语间却闪过一丝怅然 知道她心里也不舒服 就笑着转移了话题 过两天 林府的会挤而过来 你看我们准备些什么好 想到那个高傲的小姑娘 十一娘的神色都变得愉悦起来 甜白子的餐具 清竹筷子 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桌上摆几秒水仙就足够了 这样就够了吗 两人说着 徐丽颖身边的林波 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夫 夫人 您 您快躺下 太夫人听说您不舒服 亲自来看您了 第150章 谎言是雪球 越滚越大 十一娘先付匪了徐令一两句 然后才接了太夫人手里的 青花白底小碗 一语而尽 谢谢娘 我没什么事 就是觉得 头有些婚骗老人家 她心里很是不安 太夫人不作声 笑咪咪地 将装了清水的 莲纹青花小碗 递给她漱口 多妈妈更是伸手 要去接小妖婚手里的树鱼 吓得琥珀忙抢在了手里 端到了十一娘嘴边 我已经让白总管 去请太医院的刘一正了 太夫人掏出帕子 给竖了口的十一娘 擦了擦嘴 你掀我这辈子睡一觉 十一娘强笑道 娘 晚上的风寒气重 您先回去吧 我不过是受了点凉 已经喝了姜汤 你又给我请了刘一正 还有琥珀 他们几个照顾 不会有什么事了 又歉意地望着 跟着太夫人一起来探病的 三夫人和五夫人 老的三嫂和五弟妹 也跟着受累 四嫂带我们太客气了 五夫人笑道 我们一场走礼 难道这点情分也没有 眼睛却溜溜地 打亮着屋里的橙设 见为帐半心不救 全色的黑气家具 铺着秋香色座垫 以搭墙角茶几 点缀了些花草 整洁大方 质朴无华 也不由暗暗点逃 倒也能做得下去 三夫人也客气了一番 你好深些着 想吃什么喝什么 跟我说一声 就是十一娘向她道谢 她的目光 却被抗击上一个 黑漆漆的霉屏吸引 过年回娘家的时候 在娘家大嫂那里见过 说是什么屎雕的 一个要两百多两银子 比得上个香宝石的项圈啊 没想到十一娘嫁过来没几天 也学会了这一套附庸风雅了 只是不知道 这没凭是罗家的陪嫁 还是太夫人赏的 想到这里 她就朝太夫人看了一眼 就看见太夫人 正摸着十一娘的窝头 是体温 这一切都正常 她满意地问了一声 还好没有发热 坐直了身子眼睛一扫 发现屋里全是妖女 每一个年长的妈妈 她不动声色 讨妈妈呢 火魄不由缩了十一娘一眼 就见十一娘笑颜影地道 又不是什么大事 没惊动她 太夫人听着十一娘说 惊动两个字 眉角微微地挑了挑 沉默片刻 道 虽然是小病 可这大病从来都是从小病起 你也不要马虎诱到 你这几天就好好地歇歇 成婚定性也免了 让真姐和借哥住到我那里去 免得朝你骗了她老人家不说 还劳烦她老人家帮着带孩子 十一娘汉颜 忙道 娘 不用了 一点点小病 哪有那样娇鬼 说不定我吃两副药就好了 说到这里 她心里又开始付菲徐令义 为什么要说她是吹了风 就不能说是胃不舒服 还好这个时空治病都是用中药 要是用西药 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 嘴里却道 要是明天还不好 再送到你那里去也不迟 一直乖巧地立在太夫人身后的 真姐听了上前道 祖母 让我递给真哥做伴 我在这里给母亲试几吧 三夫人和五夫人听了 就一个道 真姐真是孝顺 一个说着真姐不残是在娘身边长大的 何谓子 摇晃等在一起立在内室门口的文姨娘 文宇就忘了真姐一眼 十一娘没想到还扯上了真姐 如坐针毡般的微微扭了一下身子 忙道 我看还是不用了 过两天 慧琪还要来做客 你好好招待好她就行了 太夫人微微点头 病泽至其忧 你能想到这一点 很好 她望着真姐的目光中 射满了欣慰 不过 你母亲既是投婚 已经养为宜 何况 惠姐儿过两天要来 你帮着你母亲带课 也一样是尽孝道 亲自来探望媳妇的病情 却没有同意 孙女在媳妇跟前是己 满屋子的亚人 在众人面面相去目光中 太夫人站起身来 大家都散了吧 也让十一娘好好些些 跟着太夫人来探病的三夫人和五夫人忙跟着站了起来 十一娘也挣扎着下床 将几人送至门口 这才站直了身体 长叙了口气 好也珍视的 她不由抱怨徐令义 怎么也不把娘拦住 这样都不好 徐令义尴尬地笑了笑 她也没想到太夫人会亲自来探病 正说着 刘亦正来了 十一娘似笑非笑地看了徐令义一眼 看侯爷这话怎么圆 放了帐子 用帕子搭在右腕上 让刘亦正整了脉 徐令义就在一旁道 她受了粮 你看歇几天的好 刘亦正也是妙人 文阳亦也不把左手的卖了 和徐令义去了厅堂 刷刷开了房子 道 最好歇个七八天 如果能歇个十天半个月就更好了 最不济 你要歇个四五天 十一娘在内室听了眼秀指笑 突然觉得这样应该也不是很难和 而此刻却有一道人影悄悄地闪进了 袁娘生前住的院子 天上只挂了一弯弦月 屋子隐隐抄抄看得不十分清楚 人影没有任何障碍 数落得进了袁娘的正屋 都宝阁上的玉石盆景 闪耀着悠悠的光滑 人影却看也没看一眼 静止去了袁娘的内室 坐到了床前的小屋子上 夫人 我今天让那十一娘吃了个哑巴 可人影摸着床头的大婴疹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和她翻脸 准哥还小 她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依仗她的时候多着 可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 你不知道 她竟然缩拾琥珀 给我脸四看 不过半天的功夫 那些妖魂对我就没有了从前的敬畏 我要是再不还手 那些惯会逢高踩低的 只怕就要坐见我了 我被坐见没什么 可到时候我若连个丫鬟 脖子都指使不动了 又怎么能维护真哥 真哥岂不认那十一娘摆布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那十一娘想处置我 总得有个名分 我先前私自去公贤胡同报信 是我做的不对 她罚我我 无话可说 可同样的错 我不会犯两次 声音渐渐变得幽怨起来 夫人 我真没有想到 功贤胡同竟然会变成那样 低沉的那男生 如无奈的唏嘘 毁荡在寂静无人的庭院 你说什么 乔连房猛地坐直了身子 太夫人亲自上门去探病 秀妍点头 我亲眼看见侯爷 把太夫人送到了门口 乔连房咬了药唇 表情有些殷勤不定 您说您这刚怀上 他就病上了 秀妍不由低声道 会不会是心里不痛快 他当然会心里不痛快 乔连房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 他不痛快又能怎样 还不是请太夫人派了两个妈妈过来照顾我 我让他也不敢怎样说着 撇嘴一笑 又有一半赏 道他病了 那侯爷先哪个屋了 秀妍眼神微沉 声音不觉低了几分 歇十一鸟屋里了 乔连房戏长的秀眉 猝了起来 歇在了他屋里啊 手不经轻轻放在了自己的腹部 你说 要我不舒服太夫人和侯爷会不会 说着他抬头望着秀妍 眼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秀妍吓了一大跳 哎呀 我的好小姐 您可千万别这样想 我知道 乔连房笑着打断了她的话 我就是说说而似 她低头望着自己依旧平坦的腹部 这是我的未来 我怎么会轻举妄动呢 秀妍这才松了口气 又怕她会胡思乱想 劝道 小姐 三太太也说了 侯爷不嫌你屋里 这是规矩 等孩子半岁了 你的身子骨恢复了 侯爷也就和以前一样了 灯光下的秀妍 有眉清扫 朱唇降点 娇艳得如一朵银春花 乔连房看着心中一动 不知不觉中 黄毛丫头已长成了个 明艳照人的大姑娘了 她微微一笑 秀妍 你去打听打听 十一娘准备把谁收在房里 十一娘听见身边 徐令已均匀平稳的呼吸声 轻轻翻了个身 身体明明很累 却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明明什么也没有想 却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寂静的长夜里 一阵多宽的床太过空旷 让她觉得有些冷 往被子里缩了缩 还是觉得有冷 又缩了缩 直到脚尖一点 可以触到床尾的荡板 她绷起脚尖 登了一下荡板 想了想 又登了一下 隔了一个呼吸 她又登了一下 像找到了一个好玩的游戏 头顶就突然传来一个悠悠的叹息 被子微动 跌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快睡 我以为你睡着了 十一娘声音力含着浓浓的歉意 是不是吵着你了 以前在大学里住宿 大家评论最不受人欢迎的习惯 畏惧榜首的是 不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 她一直记得 许丽颖摸了摸她段子般的青丝 达菲索问地道 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十一娘找个舒服的位置放松了身体 就是睡不着 徐令仪沉默片刻 轻声道 要不要看看大周九玉之 声音力隐隐带着点犹豫 十一娘微正 她想到刚成新大会 自己曾经拿了大周九玉之 开导徐令仪 不由笑道 好啊 徐令仪就嘻嘻嘻地下床点了灯 拿书过来 十一娘笑着向她道了谢 随手翻了一页 已在伴奏的宝蓝色灵端大影枕上看起来 第二百五十一章 黄昏的灯光暖暖地洒落在帐子里 温馨安宁 远处隐隐传来的亘古声 又平添了一份静谜 徐令仪支着耳朵听着动静 只有细细地呼吸声 半嗓也没见翻书的声音 好一阵迟疑 她张开眼睛 就看见十一娘 正正地望着那本 大舟九玉智 发着呆 被娘家的人这样伤害 纵是在豁达的人 只怕也有几分伤心 何况十一娘年纪还轻 没遇到多少事 她轻轻地翻了个身 要不要开导她几句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自己要是点破了 十一娘会不会觉得 湿了颜面 很湿难堪呢 想了又想 还是决定不管 有些事 得自个儿仔细思量 别人说 未必说得通 听得进去 最多自己在一旁 多看着点 都提醒她一下 主一拿定 心也定下来 睡一见习 人昏昏睡过去 又忙得被惊醒 听到三更的鼓声 扭头一看 十一娘背对着她 侧身驱我 被子滑落在腰间 指着薄薄月白色灵衣的肩膀 手臂都落在被子外面 这么冷的天 徐令一只起身 来帮她噎被子 灯光下 十一娘柳眉青醋 长长的睫毛上 还挂着一滴泪珠 如海棠寒露 楚楚动人 徐令一动作一致 细细打亮了她半晌 轻轻地握了她 垂落在大红颈背上 白皙纤细 却冰冷如霜的手 富耳滴滴 喊了一声莫言 十一娘心里乱糟糟的 捧着大舟九玉智 一个字也看不下去 却又不想放下 拿在心里 好歹是装饰 放下 更没事做 痴痴呆呆中 又觉心酸 眼泪就无声地落了下来 渐渐模糊了视线 她不想让徐令一 发现自己的一样 侧身背对着 她已在大影枕上 闭上眼睛 人眼泪一滴滴地 从眼角滑落枕上 头昏脑胀中 人也变得迷迷糊糊 突然有人在她的耳边 喊莫言 她大惊失色 猛然做起 谁 抓住了胸前的一惊 惊恐地朝着声音的 处处望去 就听见哀哑一声 徐令一捂着下河睁大了 眼睛瞪着她 十阴阳愣住 片刻才回过神来 侯爷您 你没事吧 伸了手 想摸摸她的下河 安抚一下 玄机想到 那地方是被撞痛的 自己去摸 岂不更透 又善善然地缩了回去 我不知道是您 徐令一看着她 像受精的小兽般 一跃而起 神色惶恐顾目四盼 监视自己 这才常常地叙了口气 强笑着问自己怎么样了 为什么会突然害怕起来 徐令一目光微灵 想到今天下午发生的事 而十一娘 这才感觉到指尖冰冷冰冷的 又见她眉宇有几份不悦 心中破为不安 认谁好心去盖被子 却被撞了下河都会不高兴的吧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好野 然后指了指她的下河 您 您没事吧 没事 徐令一躺了下去 快睡吧 有了这样的插曲 谁还睡得着 特别是十一娘 身体冷冰冰的 徐令一那边 又像个火炉子似的散着热 她不由稀稀疏疏的 一点点地挪了过去 冰冷的身子 瑟瑟地靠了过来 除了十一娘还有谁 刚才的不快烟消云散 徐令一想到她被惊醒时的恐惧 不由转身打量她的神色 十一娘以温泉清醒过来 至少此刻 她很清楚自己是谁 见徐令一盯着她看 想到自己刚才的鲁莽 只好对着她欠一笑 此刻的十一娘头发凌乱 眼睛红肿 神色却温和而甜静 甚至带着些许让人安心的宁密 哪里还有一点点刚才的惊恐与慌乱 徐令一心中一动 轻轻扶了扶她垂落在家的青丝 刚才为什么害怕 她动作轻柔 甚至带了一点点怜惜的味道在哪里 却让十一娘与您 她总不能说 她以为自己被人识破了吧 只好垂下眼瞼 没什么 就是您突然一喊 吓了一跳 一副不欲多谈的样子 那为什么害怕 徐令一想了想 道 我一娘还好吧 十一娘未然 怎么突然提起我一娘来 挺好的十一娘道 人长胖了不少 气色也好了很多 天天在家里给未出事的地 妹做针线了 又觉得徐令一不是那种 没话找话的人 蹲了蹲 道 侯爷可是有什么事 看样子 是自己猜错了 哦 没什么 徐令一很随意地道 就是想起来 问一问 随即转移了话题 我看 你还是在家里 歇个五六天吧 要是有人问起来 就说是受了风寒 这个病 旁边的人 最容易染上她的话 赚得太快 十一娘片刻后 才明白她的意思 也好 就是自己受了风寒 传染给了东青 这样一来 就算是陶妈妈 想传出什么话来 明面上也有个应对 而且 人早点送出去 她也早点安心 这样住在她的院子里 像根扎在肉里的刺斑不舒服 而且还可以洗刷一下自己的嫌疑 乔连房刚怀孕 自己就病了 有些人不免多想 她想了想 和徐令一商量 我想把东青的卖身器给她 送她回渔航 徐令一颇有些意外 她以为十一娘会把东青 交给罗家处置 这样一来 罗家为了给徐家一个交代 肯定会狠狠地处罚东青 东青到时候 不死也要脱层皮 下场可想而知 同时也可以告诫一下 大太太和与十一娘 有二心的陪访们 还可以把自己撇清 没想到十一娘却这样轻轻结果了 认真一想 十一娘的心肠还是很软的 不过考虑到这是十一娘的意思 她还是表示了赞同 你定好了日子 告诉白总管这行了 她会照你吩咐地把人送回去的 这倒是个误会 十一娘思想 既然东青没把他们五年勤奋放在心上 那她就当这五年不存在好了 把她毫发无伤地交给她的家人 以后是死是活 再与自己不相关了 她现在担心的是太夫人那里 这样让娘担心总是有点不好 不免有些不安眉时许另一道 娘那里有我心里却想着自己说 十一娘不舒服时 母亲经过后雨雨的笑容 娘十之八九猜到十一娘是假病了 说不定还以为十一娘的病与乔连房怀孕有关系 要不然 她老人家也不会让杜妈妈 特意去告诉快要落月的丹阳说 十一娘不舒服 又带了两个媳妇亲自来探病 俨然一副为十一娘打气 撑腰的模样 想到这里 她不由安安好笑 却不知十一娘根本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她之所以不高兴 却全是因为娘家的那些事 徐令仪不由紧紧搂住了十一娘 虽然是母子 但关于媳妇的事 该忙还是要忙的 你别担心 娘不知道多喜欢你呢 她轻声笑道 你要是觉得忐忑 病好了以后 欢欢喜喜地去给娘问个安 以后用心孝敬她老人家就是了 徐令仪的怀抱很温暖 把身体里的含义一点点的驱散 要不就病一天吧 十一娘成瘾道 马上会减药来家里做客 你还说要帮我把院子里的人换了 还有十姐那边 眼看要过三期了 顺天府那边就算是不结案 也要让王家的人把十身领回去好做法事 好多事呢 徐令仪微微点头 就因你低头亲了亲她的窝头 只觉得怀里的身子春柳般柔弱纤细 惹人恋爱 忍不住探镜一惊细细 俯缩着她日渐优美的曲线 还咬着她的耳朵打去她 正好让眼睛削削中 空气里就有了淡淡的暧昧 十一娘的脸疼得一下就红了 觉得有个在自己身上的大手火般的烫人 灯光明亮的刺眼 她逃避式地闭上了眼睛 我 我生病了 徐令仪听了微微一震 垂茧却看见她雪白的面孔早渲染成一片飞红 长长的睫毛像蝴蝶的翅膀轻轻地颤抖 竟然是一副又精又修的模样 她不由心惊摇曳 却又怕惊折她 哦 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声音略带四雅 让我看看手缓缓地顺势而下 十一娘心里发慌 好也 胡乱去拉被子 却没有僵持 没有挣扎 没有忍耐 只是慌张 羞怯 忐忑不安 徐令仪的目光立刻如火般地酒热起来 莫言 她声音里有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淡淡喜悦 第二天一大早 文姨娘和秦姨娘就来了 徐令仪已经去了外院 十一娘躺在床上 脸红红地 像在发热 两人看了十分的殷勤 在一旁又是端茶 又是滴水 十一娘没精打采地应酬了两人几句 正要把人打发走 珍姐 珍哥和徐四介来探病 因对外说是得了风寒 孩子们只能远远地隔着温好两声 珍姐和珍哥还好 徐四介却眼泪汪汪地望着她指喊母亲 珍哥忙上前劝她 母亲病了 你别吵 你一吵 她更不容易好了 徐四介强忍着眼泪点头 十一娘更绝内疚 忙让琥珀拿糖出来招待孩子们 徐四勤 徐四玉和徐四姐来了 十一娘少不得又陪着说了几句话 然后又有一些有头有脸的媳妇 婆子来探病 一个早上 竟然门庭弱势 十一娘只觉得比真的生了病还要累人 琥珀看着这情况不对 将探病的全挡在了门外 十一娘只才安安稳稳地吃了个午饭 她正要命一会 罗大波乃来了 十一娘和琥珀面面相去 这消息传得可真快啊 郎差绿云把罗大波乃请了进来 罗大波乃进来看见十一娘大白天的卧在床上 反吓一跳 你这是怎么了 她样子是误会了 十一娘不由失笑 反问她 大嫂可是有什么事 罗大波乃叹气 王家昨天中午把十姑爷的尸身抬了回去 算好日子五日后发病十一娘忙到 那案子怎样判了 罗大波乃苦笑 人家的那个小司被判了秋后处决 也就是说 江夫人的努力全白费了 虽然是意料中的事 但听到结果 十一娘还是沉默了一阵子 第252章 见十一娘沉默 罗大波乃也有些黯然 安慰她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人家那小司公认不会 又政治确凿 加上还有常宁公主在背后退步助澜 顺天服饮 就算知道人是谁杀的 也没有办法判她的罪啊 她前世是律师 哪里不知道这其中的道道 只是 知道是一回事 理解是一回事 接受又是另一回事 这也是她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 专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为什么她的钱越赚越多人 却越来越沉默的原因 王朗毕竟是罗家的女婿 罗大波乃并不想多谈这些事 她问起十一娘来 你这是怎么了 有些事不能深想 十一娘也不想多谈这件事 也没什么 她轻描淡写地道 这是有些不舒服 刘一正来看过了 说是受了风寒 让吃几副药 歇几天 然后不留痕迹的转移了话题 大嫂赶过来 可是有什么事要与我商量 罗大波乃显然更关心十一娘的身体 她过了十一娘的问题 接了前面的话茬 那你感觉好点了没有 既然病了 也不派个人去说一声 我那里还有两只五十年的杀身 我回去就让人给你送过来 不过是个小小的寒风罢了 十一娘连声推辞 就起之前的话茬来 大嫂怎么想起到我这里来做作 罗大波乃打定主意回去 就把十一娘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也就不在这上面纠缠了 直言道 十姑爷葬礼的三生祭品 随礼之类的 各家有各家的规矩 你大哥的意思 除了这些 我们在每家多出三十两银子 这银子不上礼单 单独给十姑奶奶 至于五姑奶奶那一份 就由你大哥垫出来 她马上要落月了 用银子的地方多着 我听大哥和大嫂的 既然知道了我娘那一份是罗真心殿的 十一娘道不好意思 让他们全出 我帮着出一半吧 我又不是来敲你钱贵的罗大波乃笑道 等你找了家 你不说 我也要你要这一份 十一娘笑起来 就由小丫鬟禀道 夫人 侯爷回来了 罗大波乃就到 十之八 九是王家报丧的到了 所以侯爷特意进来跟你说一声 她话音刚落 徐令一神采奕奕的走了进来 见到罗大波乃 她很客气 大舅奶奶来了 一时拿不准罗大波乃是来探病的 还是为王郎的事来和十一娘商量的 又朝十一娘望去 只觉是她神色有些样异 更拿不定主意 她是因为昨天没睡好 精神不济 还是因为知道了王郎的事不语 十一娘正装病 不好下床行李 只打了一声招呼 侯爷回来了 吩咐小丫鬟端了太师语过来 给徐令一上茶 罗大波乃则上前行李 说明了来意 茂国公爷那边到公贤胡同报了桑 我特意过来和十一姑奶奶商量商量 也好挑的时间一起去看看十姑奶奶 谁知姑奶奶正病着 可不巧了 这样说来十一娘已经知道了 我也是为知识进来的 徐令一有些担心看了十一娘一眼 我刚接到王家的报桑 正想和振兴商量一下怎么办 罗大波乃谦虚道 路格十里 相逢不同 何况我们渔航和燕京千里迢迢的 还请侯爷帮我们拿个主意 我回去跟相公说了就是 两人虽商量好 明天晨正时分一起去王家祭拜 罗大波乃见识都说清楚了 就起身告辞了 徐令一就坐到了十一娘的床边 你也别担心 王朗的官室我不好插手 可失忆的是 我会看着办的 王室在人 城市在天 相比王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十一娘更担心许家的安危 侯爷也不要勉强 正准备穿衣起床 太夫人那边的魏子过来了 侯爷 太夫人在五夫人屋里流善 让你也在自己屋里吃晚善 算算日子 五夫人也差不多要落月了 十一娘道 可是五夫人那边有什么动静了 魏子听了笑道 可瞒不过四夫人 五夫人那边有动静了 十一娘忙叫了琥珀 你去五夫人那里看看 有什么动静也来抱给我听听 再带我跟五夫人说一声 我在病中 不好去看望 请她原谅琥珀印 诺和魏子一起出了门 第二天早上 丑十三刻 五夫人终于顺利地产下了一名女婴 十一娘听着松了口气 古代女人生产 一脚踏在鬼门关 过了一会 徐令已回来了 她吃过晚膳就去了徐令宽那里 两人一直在书房里等消息 那小丫头 长得可真漂亮 眼睛 鼻子像五弟妹 头发 嘴巴 却像小五 徐令已挺高兴的 曾祖父是一脉单传 祖父也是一脉单传 到了父亲手里 只有皇后娘娘一个女儿 到了我们这一辈 终于有了两位亲亲五弟妹 顺利生产 你也可以放心睡了 十一娘笑着上前服侍她更衣 明天一早还要去王家调丧了 使另一件她只披一件薄薄的月白小袄 凡把她拖到被子里 小心别真的着了凉 自己叫了当职的绿云 服侍着梳洗了一番 回到床上 见十一娘已经侧弯着身子躺下 灯光下 威亚亚地青丝 堆在杏黄色的枕头上 甜单的表情 让她的面孔有梨花般的肃静 温和的目光 让她的毛子有春水般的温柔 明明宁静自然 却有种说不出的妩媚动人 她不动声色地躺了进去 把她搂在了怀里 身上带进去的冷空气 让十一娘小小地色缩了一下 可她暖暖的胸膛 很快让她温暖起来 一直惦记着五夫人那边的消息 她早已睡意浓浓 十一娘调整了一下姿势 歪着脑袋闭上了眼睛 朦朦朦胧中 胸前的稚嫩 突然被人握在了手里 顶端的艳丽还被轻轻地摸缩着 十一娘立刻睡意全无 好眼 幽懒的声音轻轻地印着 灼热的气息 铺在她的颈尖 病好了没有 十一娘大炯 昨天自己说生病了 她就借口狠狠地 调侃了自己一番 没事了 十一娘有些不安地 挪了挪身子 很长时间相安无事了 虽然昨天 但她们从来没有连这两天 她翻身俯卧 把脸埋在了影枕上 徐令仪看着低声笑起来 十一年感到害羞的时候 就会把脸捂起来 颇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 实际上这样更娇美 避开了并不丰满的胸 她优美的曲线 七双赛雪的肌肤 一展示在她的面前 有令人炫目的美艳 她细细地吻她的背 一路蜿蜒而下 十一娘不安地动了动 今天的徐令仪与往日不同 就在昨天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 虽然也亲吻了她 却带着几分逼不及待 然后在她刚刚准备好的时候 就长驱直入 这一次 却显得很有耐心 好像她所感兴趣的 仅仅是亲吻般 她不喜欢 身体会突然变得很软 像沐浴在春光蜜般的懒洋洋的 变得没有力气 太磨人了 还不如快点好野 她突然翻了个身 徐令仪顺势附在了她的身上 她身体的变化一览无遗 却依旧细细地吻她 修长脖子 鱼润的尖头 美丽的锁骨 一点点的 慢慢地吸水 十一娘的体温缓缓地攀升 身体染上了一层粉色 她不耐烦地翻了个身 徐令仪开始亲吻她的背 十一娘轻轻颤离 侯爷声音没有往日的清脆 不经意间露出几份破碎 徐令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身体的血液针鲜恐后地 朝一个方向奔腾 好像慢了一步 就不能再享受一次背景致 柔软 娇嫩 湿肉包裹美妙滋味 但她只能选择 继续慢条思理地亲吻她 同样的错误 不可以犯两次 昨天她就被是这样 被她掩用 然后急不可待地冲了进去 被她勒眼婆娑地问 你快点好不好 十一娘又翻了个身 恋如朝霞 前夕虽然很重要 但这次 是不是太长了些 而且 他们之间的问题 是她的时间太长 又不是她的时间太长 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她剑拔弩张地 就贴着她的大腿 她甚至能感觉到 她的颤抖 快点做完吧 明天她的病就好了 她要去看五夫人的新生儿 还要去王家祭拜 接待会节 她抿着嘴 修长光洁的腿 犹犹豫豫地缠了上去 柔弄和坚硬 轻轻地撞了一下 徐令仪倒吸了一口冷气 她告诉自己 再等一会 可身体自有她的主张 刻不容缓地冲撞过去 身体的肿胀感 让她松了口气 她抱着她的脖子 如大海里的一夜片粥 不管怎样的惊涛骇浪 只要随着她的频率漂浮 就不会沉下去 头和目眩中 她渐渐觉得有些吃力 再过一会 取而代之的会是刺痛感 面头一闪 她身体已微微有些僵 徐令仪突然停下来 莫言 她呼吸沉重 吐着热气 瞬息着她的锁骨 十一娘正住 她的力度有点大 在皮肤上 留下一个个红色的印记 她感觉身体又热起来 然后徐令仪 开始横冲直撞 当她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她就会退出去 或是急迫 或是舒缓 或凶狠 或轻柔地轻刀塔 但她觉得燥热时又进入 十一娘的头脑渐渐模糊 她手臂固着她的脖子 大腿紧紧地缠在她的腰间 徐令仪 徐令仪 徐动的身体微微顿了顿 细细的声音娇娇柔柔 像在撒娇 带着点抽气 你别轻我 徐令仪笑起来 欢快 带着点素忌惮 好 她开始随心所欲地放纵 徐令仪 嗯 徐令仪 嗯 那森的阴节像个魔咒 让她如一只破涌而出的蝴蝶 煽动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彩色的翅膀 自已飞舞在充满栗子花香的重铃中 依稀仿佛有个醇厚的声音 与她耳边撕磨 笑着叹息 你真是个小娇娇 吴 应该说 嗯 自然的 咱们 虚子兰